從一間汽修廠內 一大群民眾跑進來 手指天花板 接著農業處人員 帶著吹箭工具進到屋內 原來有一隻彌猴在裡面亂跑 過沒多久 農業處人員就抱著 已經昏過去的彌猴 裝箱把他帶上車 幫我落在我們裡面的陽台 我們剛看著看著 他要落下來要落下來 所以找種寶寨的地方 偷吃燒餅喔 偷吃燒餅喔 你放在哪裡啊 放在那個機車 附近民眾表示 在4月5號就發現彌猴蹤影 時常觸摸在街頭上 還有民眾的早餐被搶去吃 猴子怎麼會在市區出現 哪裡來的 如果是從高雄柴山 跑到鳳山姿氣路 路徑長達10多公里 由於離輕軌凱旋武昌站不遠 民眾就笑說 難道是搭輕軌便車來的嗎 活動畫得很廣 看到猴子 第一次看到高興 第二次看到他 可能動作比較快的時候 為什麼大家會緊張 所信猕猴已經被農業處相關人員 利用吹劍麻醉後帶走 不過猕猴逛大街還是嚇壞不少人 三地新聞田區達成員高雄報導